小巴小龙 感谢主 哈雷路亚 我们先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再一次聚集 来到你的脚前 我们需要听你的话语 因为我们是从你而出的 我们要行在你的 为我们预定的道路上 我们要完成 你在创世以前 预定要我们完成的 所有的每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需要你 我知道 你的话语 会带我们走上 我们当走的道路 所以阿爸父神 因着你的怜悯赐爱 你的信实 你的不改变 赐给我们 一颗愿意领受的心 赐给我们有一个 可以听的耳朵 也让我们能够看见 你为我们预备的 是越远越的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感谢赞美你 哈雷路亚 在这个时刻 与我们同在 带我们有一个国度的心 国度的眼光 祷告感谢 是奉靠耶稣 阿们 感谢主 今天我们 来学习神的话语 非常的重要 因为祂的话语 就是我们生命的蓝图 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知道 祂的话语 在对我们说什么 弟兄姐妹们 我们许多的光阴 都不会白白的度过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打开圣经 就是祂的话语 那怎么可能 再对我讲呢 神的话语 就是这么奇妙 神的话语 真的就是 具有生命 活力 我们是祂造的 祂把一切 其实祂把一切 都安置在我们里面 那个里面的那个浩瀚 跟那个广阔 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 所以 成千上亿 不要说成千上亿 几亿几亿的人 其实打开圣经 同样一本圣经 你会听到 祂在对你讲话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真的要向你们 竭力地 这个 劝告你们 祂的话 一定会 对你说话 在我们当中 我可以说是 年纪最大的 我已经走过很长的路 我也 与神同行的道路上 真的体验到 也见证到 这个话是真实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靠自己 我们想要靠自己 我年轻的时候 靠自己 我年轻的时候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今天 我再回过头去看 我真是想 跟阿爸父神讲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就让我看见 就让我听见 就让我能够认识你 走你的道路呢 免得我白白地 这个 浪费了这么多的光阴 但是感谢神 我 我真的是不骗你们 我到四十岁的时候 四十岁 我感觉我自己是 我这一辈子 大概不会带人 信 信耶稣了 绝对不会了 我不会传福音 我只会跟人家讲说 跟我到教会去吧 我们的牧师很会讲到哦 你可以来听 这是我最大最大最会做的一件事情 从来没有想到说 有一天 你会站在这个讲台上 传讲神的话 没有 因为我不觉得 所以我的路 是一直向着 我自己认为的路 一直往前走 但是四十岁的时候 真的是 他敲了我一下 我又开始讲见证 我说我没有预备的 四十岁的时候 我看到十篇九十五篇的 这个一句话就是 四十年之久 神对以色列百姓讲 四十年之久 我厌烦这个世代 OK 我厌烦你们 哇 这个九十五看一下 应该是九十五 对 哈雷路亚 四十年之久 我厌烦那世代 说这是心里迷糊的 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那一刻 我从来没有那么认真过 我对他说 主啊 你在讲我吗 我不骗你 我真是惊吓 你在讲我吗 感谢神 他苏醒我 他一步一步地带领我 我的生命完全转了一个方向 神 开始成行在我的面前 我的生命的蓝图里面 开始有他了 不再只是 礼拜天的 我礼拜天去教会 顶多我也参加礼拜六的团契 是不是 礼拜三的祷告会 其他跟神好像没什么关系一样 可是从那个时刻开始 不再一样了 他渐渐地成为我生命里面的 一个引导 我向左向右我看见他 我必须要祷告 我每一件事情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祷告 甚至于我必须要放下 我紧紧抓住的 哎呀 许多的梦想 四十岁之前 想成为这个世界上有名的 艺术家 画家 这是我真的是穷奇一生 在好像在追寻的 一个梦想 完全没有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就是没有了 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然后他把我带进 他的话语里面 他的话语里面 直到今天 我里面有一个很深沉的 祷告 也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像我开始讲的 我们真的不晓得 我们是不是还有明天 我们也不晓得 我也不晓得 今天站在这里 是不是以后还会站在这里 都不知道 你们不用悲哀 我也不用悲哀 是不是 这个没有什么的 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是否我有把神 要我传递的话语 传递给你们 使你们能够听进去 使你们能够知道 什么才是最宝贵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圣经已经一再地告诉我们 什么都会成为过去 但是只有他 他 他的话 永远长存 是不是 这是真的 我再一次做见证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你会越来越明白 越知道 耶稣啊 告诉 来问他的 文士说 他们问他 这个 诫命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 我们都知道 他说 他回答什么 就是 爱神 跟爱人 很长的时间 在教会里面 这一句话是非常 熟悉的 是不是 爱神 爱人 就这么简单 太简单了 不要在律法之下了 不要遵行前面这本书了 因为你只要爱神 你只要爱人 就可以 今天 站在这里 再一次的 很多的事情 都是我第一次 明摆 明了的 你说 爱神 容易吗 容易吗 主啊 我爱你 耶稣啊 我爱你 是不是 是爱人 我可以爱人 只要他不碰我 只要他不射出那些 不好的话来 我可以爱人 今天 立位记十九章 爱人如己 是不是 爱神 跟爱人 他说 这个是 律法 跟先知的 种纲 种 整的来讲 就在这两句话 就是这两句话 爱神 跟爱人 弟兄姐妹们 非常非常的 不容易 你爱神 不容易 爱人 不容易 更不容易 真的 使徒老约翰 他非常知道的 所以他说 你都不爱 那个看不见 看不见的神 你怎么可能 是不是这样讲的 爱那个 你看得见的弟兄 是不是 你看得见的弟兄 你都不能爱 他讲的是 你都不能爱 你怎么可能 去爱一个 你看不见的神 所以我们常常就把神 偶像化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把他偶像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会直接听到他讲话 我们也不会听到他 对我们说一些 我们不想听的话 所以我可以单方面的跟他讲 主你知道我爱你 我们学习妥劳到今天 你已经知道了 我们刚刚也读了 部分的妥劳 信约 对不对 耶稣瓦介意 界定 什么叫做爱神 遵行我话语 遵行我命令的人 就是爱我的 是不是 OK 我问你们 他的命令在哪里 他的诫命在哪里 在陀拉里面 圣经里面 所有的红字 我们下次真的出一本 圣经是红字的 耶和华 耶和华 黑所讲的花 红字 红字的 你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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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们 我可以告诉我自己 主啊 我需要你帮助 我需要你帮助 我做不到 可是你界定说 要遵行你命令的 那个人才是爱你的 当然我们可以讲一句话 就是 你有那个心 要遵行他的话语 他就看中你 你做不到 感谢神 他说我才派真理的圣灵 来帮助你 所以 每一年 我们 明白他的话语 渐渐地增加 今年一定要比去年 更多 每一年 你在对他的认识 对他 妥拉的话语 你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知道 可是当你 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知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常常有这种感觉 我常常想到 刚刚 早上来到这里 我要从那个地方 走到这里来 要讲一篇道的时候 你们都不晓得 我心里没有多慌 我真的是主啊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你使我成为器皿 使你能够透过我 传讲你要我传讲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们慢慢地听 我也在听 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站在这里 在讲的时候的话语 是我 没有想到的 我没有准备的 而是我 站在这里在讲 在我讲的时候 你们在听 我也在听 我听他在讲什么 听他在讲什么 上个礼拜 我站在这里讲 讲到说 我们里面 你的里面 不要有 仇敌的迎雷 我上个礼拜 讲不出迎雷 因为我忘记这个字 知道中文 英文叫 Stronghold 但是中文 中文翻译成迎雷 你有恨的迎雷 苦读的迎雷 各种各样的迎雷 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那个仇敌 他就会怎么说 那是我的家 你的里面有我的家 所以他随时都可以进来 你知道吗 因为你给了他 全饼 钥匙 我不要说你 我给了他全饼 他可以随时进来 所以你们记不记得我 告诉你们说 我们要 洁净 大扫除我们里面 把那个 非法 移民 全部赶出去 不要让他们在我们的里面 是不是 或许以前讲过 我不知道 但是那一天 上个礼拜 我站在这里 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是 主啊 从来没有像那一刻 那样的真实 那一刻那样的真实 就是 我里面 怎么可能有那些东西 怎么可能允许 有那些东西 在我的里面 等一下 他们两个有耳机吗 那个Teresa有耳机吗 他们前面 有 OK 好 感谢主 好 是 是 感谢主 OK 所以当我回家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想 思想到一句话 忽然之间 非常非常的 明白 这个 这么熟悉的话语 就是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我们刚刚所读的 十四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也说 三十节 三十一节 也说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要上十字架 是不是 他在我里面 是毫无所有的 我可以跟你们讲这句话 一直回荡在我里面 几天 所以我最后在写的时候 我想说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他 正在对我讲的话 他说 他在我里面 是毫无所有的 他是无罪的 他是无罪的 他没有任何仇敌的 的目标 他在我里面 毫无所有 所以他说 他继续说 但要叫世人知道 耶稣瓦说 我要叫世界上的人知道 我爱父 我爱他 你怎么爱他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他爱父 所以他愿意承担 全世界的人的罪 只有罪人要被挂在 十字架上 是不是 他承担了 所有人的罪 放在他身上 他要不要 他不要 所以这个并不是 因为他个人的罪 因为那个仇敌 在他里面 是毫无所有的 只因为他爱父 而父拣选 就是要他 只有他能做 这一件事情 这个救赎 我爱他 他爱阿爸父神 阿爸父神所吩咐的 尽管对他来讲 对耶稣瓦来讲是 他可以说不要 你把这个苦杯挪走 倘若可行 倘若可行 不要叫我喝这个杯 是不是 可是他最后愿意 他愿意是为什么 我爱你 我愿意听你的话 我愿意听你的话 所以他说 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我就怎样行 那个信任 那个对阿爸父神的信任 当然在他断气 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 他说 父啊父啊 你为什么遗弃我 是不是 那个苦 那种苦 我相信是没有人能够 体会得到的 他与父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可是在那一刻 因着罪 耶稣尝到了 与阿爸父神分离 的那个感觉 我要说感觉 那一刻 因此我今天 要 要进入一个 希望你们能够 仔细去思想的 仔细去思想 我们曾经讲过 你活着 我活着 是为了两个日子 一个是什么 今日 一个是 那日 那今天你知道吗 我忽然间 非常的喜乐到一点 就是 我的那日 我的那日 是耶稣啊 再来迎接我的那日 并不是 他审判的那日 你明白吗 你喜乐吗 你今天活着 是为了他 很快就要再来的 那日 因此 付出 微不足道的代价 付出我生命里面 微不足道的代价 是非常值得的 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我要跟他 永永远远的 在一起 永永远远远的 在一起 而这个 不是 做梦 这个不是 幻想 这个是 真实的 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 拣选 拣选 那我还是要 看一下我们的 陀拉在讲手 陀拉 很熟 你们都要去看 我每次都要鼓励你们 去年的 今年的 你们可以有很多 我们团队有供应很多的 资讯 你都可以去看的 可是我要 讲出一些 我们需要 花时间去思想的 去抓住的 一些话语 首先 我们来看 这个话语 立位记20章 不是 立位记 我们从16章开始 刚刚在唱的那首诗歌 带我进入至圣所 那首诗歌 你们感动不感动 我记得我们在台湾 开特会的时候 我讲过这个 从祭坛 进入圣所 再到至圣所 是不是 然后我也讲过 很多的时候 基督徒 属神的 与神立约的百姓 很多的时候 只停留在 祭坛 外院 只停留在那里 我已经得救了 我的罪已经洗清楚了 清解了 可是都不知道说 其实 那个只是一个开始 就像立位记 开始有五记 你们知道了 对不对 凡记 数记 平安记 赎罪记 赎千记 这五记 这些要解决什么 解决罪的问题 解决罪的问题 然后神呢 会 将我们里面 所犯的罪 不知道的罪 你自己不知道的罪 无意犯的罪 显明给你 包括 包括 大麻风 包括 大麻风在人的身上 在你的房子上 在你的衣服上 这些他会显明给你看 使得人 有一条路走 那个路就是什么 回转 回转到哪里去 祭坛 同祭坛 你必须要到同祭坛 那我们现在呢 回到 耶稣啊 十字架 我们回到他那里 只到那里 你就得到捷径 你可以得到捷径 可是 这个不是神的据点 这是一个开始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必须要从祭坛 你要开始心里面 要看见自己 我捷径 但是我捷径以后呢 以后呢 我干净了 我以后呢 转向他 转向他 走进圣所 圣所里面有什么 金灯台 橙色饼桌子 金香炉 世界的光 他是 他是 世界 的 柄 他是食物 一切都是他 你要到 到里面去 亲近他 我们刚刚讲 你在 外院 祭坛那边 可以有很多人 许多人都可以聚集在那里 可是能够进到圣所的 很少 祭司 几个祭司 是不是 祭司 但是你开始渴慕 渴慕神的话语 开始愿意吃他的饼 吃他的粮食 天上来的粮食 然后你开始跟他有亲密的关系 祷告 祷告 祷告到他 神宝座那里 但是神的心 还是没有满足 因为他要什么 他要我们 到至圣所 今天 律位记 十六章 在讲至圣所 请问你们 谁可以到至圣所 谁可以到至圣所 对了 大祭司 只有大祭司 一个人 所以当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位大祭司 永远活着 在父神的宝座 右边 在为我们代求 那个大祭司 耶稣啊 我们在他的里面 依靠他的宝学 长生在他的里面 不能分的 弟兄姐妹们 不能分的 你要想 我们可以到至圣所里面 我们可以亲近阿宝父神 在这里 在地上 神告诉亚伦 一年只有一次 一年只有一次 你可以为你自己 为你的本家 为以色列赎罪 他自己要为自己赎罪 因为他也是有罪 他是人 他是这个赎罪日 直到今天 非常非常重要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曾经讲过 我就不重复了 对我们在耶稣啊里面的 每一个人 也一样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 我们也需要 常常的更新 常常的更新自己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受一次喜 祷告之后 受一次喜 我就好了 我就洁净了 我们天天还是 沾染这个世界的 污秽肮脏 我们还是要认罪悔改 能够有那么一次的 大扫除 就像我们需要 大扫除 大扫除之后呢 里面是干净的 里面是干净的 让他进来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住 我们与他同住 这是神的心 这是他所要的 然后之后我们看见 我很快地讲 这个今天的陀拉 你除掉了罪 除掉了罪 你可以跟神亲近 也不停在那里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十一柱形 都必须要活出 他拯救我们 的那个果效出来 听懂吗 我们一定要活出 那个果效出来 他已经一再地讲 他一再地讲 那今天我要特别 要告诉你们的就是 神讲了那么多的话 有几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你记得 约是 神 百姓 还有什么 那块地 是不是 所以我们常常称为 圣民 我们有没有称 那块地叫圣地 有 圣地 圣地的意思就是 分别出来的那块地 那块地是分别出来的 今天你在看这个 今天的陀拉 我们都不用 到别的地方去 是今天的陀拉 他一再地讲一句话 住在 那地的 本地人 以色列人 和 与你们 一同居住的 这个寄居的 有没有 寄居的 是不是两个绿 你看到的是两个绿 还是一个绿 一个绿 一个绿 不管你是 谁 你不是犹太人 你不是以色列人 你住在那块地 你就要守 耶和华的 诫命 律例 典章 有没有 你看到了没有 我没有看到你们回去 再仔细地看一下 因此 会让你怀疑 今天在以色列地上 有很多外邦人 住在那里 事实上 那块地 是不是 还是神的 那块地 是不是神的 是 神是不是还跟他们立约 是 因此在那一块地上的 每一个人 是不是都应该要遵行 神的律 是 我跟你讲 我到日本 我来日本 我是外国人 这个 日本的法律 给日本人遵守 我请问你 外国人要不要遵守 要 这都不用怀疑的 是不是 不用怀疑的 我要是不遵守的话呢 就把你 地解出境 永远不要再回来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那一块地 圣地 你今天 你们要听进去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到那块地上 你有神的话 你要知道 这是不允许的 当他们 忘记 打开灯 或是他们忘记把门 这个什么 赶快去找 找一个外邦人 你来帮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可不可以做 如果他们不能做 你也不要做 如果这个是安息日 所有的店都不能开 你也不要去买东西的时候 在以色列地 你是不是可以到 那个阿拉伯人的店去买 他开折 我们今天有神的话 我要告诉你们说 你可不可以去 不可以 事实上他们可不可以开门 也不可以 对不起 我不想加入 以色列现在正在的 这个 示威游行 我不加入 我只是在讲神的话 而我相信神的话 是没有改变的 不管你是谁 本地人跟寄居的一样 要守 他说 他如果 你要小遇 以色列人说 反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献凡祭 或是平安祭 他献祭 他们要献祭 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 那个人必从民中检出 不得了 难怪他们要有内战 真的是搞到最后要有内战 因为你没有遵行神的话语 17章12节 神说 我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都不可以吃血 吃血 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也怎么样 也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血 凡是以色列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如果打猎 得了可吃的禽兽 必放出他们的血来 用途掩盖 有没有两种力 有没有两种不同的力 没有 没有 只有一种 我们要听进去 我们要看见 所以神说 不管是谁 15节 17章15节 凡吃死的 或是被野兽撕裂的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都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到了晚上才会洁净 一样的 一样的 但他若不洗衣服 也不洗身 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我不晓得 我读圣经是很直接的 这是圣经告诉我的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了 其他的版本讲什么 或许你可以跟我讲 但是我看到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的直接 那18章 他讲了很多 不可以乱骨肉之亲 这些 这些 邪恶 就是羞愧的事情 他说 在一切的 24节 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 因为我在你们面前 所逐出的列邦 在这一切的事上 玷污了自己 他把迦南人赶出去 迦南人 没有立约 但是迦南人 他说他们行了 行了这个 误会的事情 玷污了自己 玷污了这块地 所以他们 被赶逐出去 哇 你越看就越看到 神只有一个立 他的心 是不是 26节 他说 故此你们要守 我的律例典章 这一切可证悟的事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都不可行 都不可行 哇 他19章 讲很快 19章 19章是 是细节 很多的 那个律例典章 是细节 神在讲给你听 19章 OK 19章所在讲的 每一件事情 讲到十节 但是他里面 一直重复的一句话 就是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 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圣洁的 你们要 Holy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 耶和华 是圣洁的 然后他继续讲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讲完一个律例 他就讲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我是分别的 所以你们要分别 你们要分别 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 都跟 跟世人不一样 你一定要分别你自己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要敬畏他 因为我是 耶和华 你们的神 重复又重复 重复又重复 你们要爱人如己 因为我是耶和华 33节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 和你同居 就不可欺负他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 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看到 神的属性在这里 神是不是爱全部的人 神爱世人 是不是 神有没有爱世人 有 他爱世人 并不是说 以色列人跟他立约 他特别爱他们 是他特别爱他们 拣选出来的 可是他爱世人 所以这些寄居在你们当中的 你们 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想想你们自己在 埃及 是不是也做过寄居的 埃及人爱不爱你们 不爱 埃及人没有爱你们 把你们当奴隶 是不是 所以他说什么 现在有寄居的住在你们当中 你们要不要爱他们 要 你们要爱他们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去效法 埃及人 有没有听懂 这是神的心 在你们当中的外人 所以其实你从头到尾的看 你就是把神的心放进去 这个十九章全部 你把神的心放进去 他就是这么对我们的 所以我们也要这么样的对人 三十六节他说 要用公道 这个好 他讲到要用公道天平 公道法马 公道生斗 公道秤 因为他是公平公义的神 他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 埃及地领出来的 你们要谨守遵行 我一切的律例典章 我是耶和华 我请问你们 以色列人遵行了没有 有没有遵行 没有 我要请那个 宁子为我们读 以色列人遵行 以色列人遵行 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 好 你读第一节到十六节就好了 以色列人遵行 以色列人遵行 二十二章一至十六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审问审问 这流人血的城吗 当时他知道 他一切可证的事 你要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城有流人血的事 在其中 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 又做偶像玷污自己 陷害自己 你因流了人的血 就为有罪 你做了偶像 就玷污自己 使你受报之日临近 报应之年来到 所以 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 和列邦的击窍 你这名臭 多乱的城啊 那些离你近 离你远的 都必击窍你 看啊 以色列的首领 各逞其能 在你中间流人之血 在你中间 有轻慢父母的 有弃压寄居的 有亏父 孤儿寡妇的 你藐视了我的圣物 干犯了我的安息日 在你中间 有毁谤人 流人血的 有在山上吃过 寄偶像之物的 有形淫乱的 在你中间 有露继母下体 羞辱父亲的 有垫乳月经 不洁净之妇人的 这人与林舍的 妻行可证的事 那人贪淫玷污而付 还有垫乳 同父之祖 之姐妹的 在你中间 有位流人血 收贿赂的 有向借钱的弟兄 取利 向借粮的弟兄 多要的 且因贪得无厌 欺压林舍 夺取财物 竟忘了我 这是主 耶和华说的 看啊 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 和你中间所流的血 就拍掌叹息 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 你的心还能忍受吗 你的手还有能力吗 我耶和华说了这话 就必照着行 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我也必从你中间 除掉你的污秽 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 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 谢谢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一切的好处 不在神的话语之外 我们一切的好处 神赐福给我们的一切的好的 不在祂的话语之外 所以如果 祂给了你话语 神已经给我们话语 然后我们还是拣选 我行我恕 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行我恕 最后造成的是什么 审判 神一定会的 神一定会的 祂很能够忍耐 神不轻易发怒 可是时候一到 祂会不会 会 所以以色列有多 以色列这个国家 分成两个国家 多少次 他被掳 被掳 被菲利斯人掳 被敌人掳 最后掳到 巴比伦 七十年前 祖后七十年 他们被完全分散到世界各国 只有一件事 就是 只有一件事 就是不遵行 祂的话语 不遵行祂的话语 那 我这样在讲的时候呢 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你常常在讲这种话 要遵行祂的话语 到底要怎么遵行祂的话语 事实上 祂的话语讲得很清楚 祂的话语讲得很清楚 祂的陀拉讲得很清楚 你只要一件一件地去看 抓住祂的原则 摸到神的心 你知道神的 神的属性 祂是爱联名的 祂是公义的 祂是诚实的 祂不欺负人的 每一件事情你看见了 你看见了 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你遵行 照着神的属性 你去行 你会发现 神给你的道路是亨通的 是满了祝福的 因为祂的祝福就在里面 就在这条路上 可是当你拣选 刚刚我们读的 这个以西节书22章 我为什么要读这个 你又没有发现说 以色列百姓把 立位纪 十九章所讲的 立位纪 所讲的这些 很多的神说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事情 他们全部什么 全部犯了 是不是 全部犯了以后 神说什么 我把他们吐出去 这一块地 就把他们吐出去 他们就不能 安居在这一块地上 你不能安居在 这一块地上 你就到别人家里去当寄居的 那是幸福吗 绝对不是 是不是 所以 今天 我们讲到神的 好 我再回 我很快地讲 回到神的话语 陀拉里面 他不停地在讲一句话 就是 你们要谨守遵行 我一切的律例 典章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神在那个 十八章 十八章第四 第五节 他说 十八章 第四第五节 立位纪 他说 你们要遵我的典章 守我的律例 按此而行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 你们为什么要守我的律例典章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因为我是你们的神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 活着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不仅今世活着 再来世也活着 你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是耶和华 遵行他的命的人 是有永远的生命的 你要记得这一句话 不是只有在今生而已 今生是短的 永恒是无限的 听见了 是不是 神不停不停地在讲 你们要遵行我的话语 遵行我的话语 遵行我的话语 因为我的话语里面就有生命 我的话语里面就有一切的福 你所可慕的 你所要的福 都在里面 很可惜的就是 我们人要不要 你不要去讲 不要去骂 那个以色列人 犹太人 我们都一样 人都一样 因为我们不想 我们就是不想 我们想要自己掌控 我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的前途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如果诚实面对的话 我相信 我自己就是 在过去的日子 四十年前 四十岁的时候 直到神呼召我 我开始学习 我开始真的开始学习一件事情 我就是 祷告 然后呢 一生从来没有过的 禁食 开始禁食 我为了要寻求说 好 你是真的要我 走这条路吗 你真的要我去读神学院吗 我就禁食 我禁食 然后我说 你一定要从你的话语里面 或是从我正在看的这些 属灵书籍里面 给我画 你要给我画 我告诉你 没有一次他不给我画的 他给我画 我已经做过见证 他叫我到日本 这件事情 我花五年的时间跟他 真的吗 你给我这个记号 真的吗 你给我这个记号 一共讲了四五次之后 吓坏了 我说我去 可是你知道 我去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我开始四十天的禁食 四十天禁食 这太大了 我必须要辞掉工作 我的家里 我的孩子还在学校里面 我们家里的收入 有多少我知道的 怎么办 怎么办 可是你竟然那么清楚 我去 你要告诉我 什么时候去 禁食四十天 第一次呢 很有意思 我邀请我的姐妹 跟我一起禁食 可是问题是 四十天 他们很难 有的在上班 有的还有家庭 在工作 结果他们 大姐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我吃 我这顿饭吃了 那顿饭吃了 结果没办法 四十天之后呢 我说主啊 再一次 我就自己再一次 四十天禁食 因为我一定要寻找到 他给我的话 我应该跟神讲 好 我再两天禁食好了 结果我说四十天 好 四十天就四十天吧 第二天他就给我话了 第二天 就给我话了 那我还是继续 四十天的 禁食 你知道那个力量 有多大吗 当他给我话的时候 当他给我话的时候 我可以一直走到今天 你们明白吗 你们明白吗 你们不要以为说 是很容易的 走这些路都很容易的 我必须要做见证 我觉得不难 我说实话 不觉得很难 因为我知道 因为神带领我 神带领我 因为他给我 很清楚的话语 所以每一次 当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主啊 我交给你了 我要睡觉 我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我要睡觉 我就睡觉了 我不会晚上睡不着觉的 因为我知道 这是他要我走的路 我遵行他的话 你寻求他的话 你就要遵行他的话 这是我自己对自己讲的 所以我就遵行他的话 直到今天 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很多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想要有神迹启示 神迹启示 带着我们的亲爱的同工们 我们跑过很多地方 我们还到美国去 不仅以色列 我们还到美国去 我们去参加特会 我们去参加这个 只想要得到一点力量 神迹启示 可以彰显在我们当中 我觉得最大的神迹 是我们能够持续到今天 感谢主 但是呢 弟兄姐妹们 我真的尝到了 什么叫神迹启示 神迹启示就是 当我在遵行他话语的时候 行在他的话语里面的时候 其实常常有神迹启示的 而且这些神迹启示 不是 不是过去几年前 我遇到的神迹启示 而是在你日常生活里面 你都可以有神迹启示 你又在他的话语里面 那这一次我回来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跟大家讲过了 我有一种领受 天上的闸门要打开了 因为我们持续到今天 天上的闸门要打开了 这是我确信的 我为什么确信 因为我跟他走了这些道路以后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那个时刻 所以 我们讲到神的圣洁 跟他跟我们人 跟我们讲 所以你们要圣洁 这一句话 弟兄姐妹们 这是一个钥匙 很重要的一把钥匙 他圣洁 我也要圣洁 所以我可以跟他怎么样 我可以跟他亲近 我可以在耶稣瓦里面 我可以亲近他 道 使人圣洁 神的妥拉 道 使人圣洁 我们看约翰福音 十五章第三节 约翰福音 十五章第三节 耶稣瓦对他的门徒说 他说 好 我第一节要读了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第三节 他说 现在 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道 使人圣洁 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我们再跳到第七节 他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你们常常在我里面的话 我的话 也藏在你们的里面 他的话就是陀拉 就是道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弟兄姐妹们 这个追寻 神迹奇事的你们 这个不就是你要的吗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要不要这句话 要不要这句话 你要这句话 你就要拥抱前面的 你要圣洁 你要圣洁 你要常常把他的话 藏在你的里面 因着你的行为 因着你活在世人面前 活在天使 天君的面前 你是圣洁的 你是属神的 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你知道那个力量 有多大吗 因为天使是做见证 他也在看 你知道吗 天使在看 世人有没有在看 在看 在看 所以你 祷告的时候 带着能力 你在人面前 在神面前 在天使面前 你是可以 站立得住的 你依靠他 他的话语 你遵行他的话语 我再讲一次 有没有你不能遵行到的 很难去遵行的 有 那你要祷告 因为他看你的心 帮助我 你帮助我 我真的要遵行你的话语 他帮助你 一步一步的 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做到了 所以 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还要什么 弟兄姐妹们 你要那个一时的 神迹奇事 还是要一生的 这些使徒们 在使徒行传里 看见的 是的 圣灵降临下来 他们跟以前不一样 他们勇敢了 勇敢站起来 传讲神的话语 很勇敢 过去是不敢 躲起来 门关起来 有没有 门关上 很害怕 可是当圣灵来的时候 他们不怕了 他们是勇敢的 最近呢 这个礼拜 有一个美国媒体上 很有名的一个 新闻主播 他名字叫 Tuck Carson 对不对 Tuck Carson 他是福斯电视台的 然后呢 他以前 他十年前的他 跟今天的他 完全不一样 他最敢在 他的节目里面 讲神 讲信仰 我们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被踢出去 被炒鱿鱼 我们说他炒鱿鱼了 可是他不怕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实在是 太有意思了 也是 也是我们需要听进去的 他说什么 他说 我用我的话来讲 我不是他 我不是括他的话 不是 括叫 不是引用他的话 我是照着他的话 而用我的话来解释给你们听 我们里面对真理的认识越多 你对神的话语认识越多 你这个真理越在我们里面 多起来的时候 神的话语 多起来的时候 真理 真理只有一个 真理 从神来的 OK 你就能够越勇敢地讲出来 讲出真理 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 彼得就站起来讲道 他过去不敢的 你里面勇敢 你敢讲真理 然后你的力量就越来越强 你的力量就越来越强 你就越来越坚定 你就越来越坚定 因为你有神的话在你里面 你不改变的 你不动摇的 如果反之 如果你里面充满了这世界 告诉你的谎言 你明明知道这个话 好像跟神的话 我在读的圣经里面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大部分的人 都是这样走的 于是你就跟着这样走 那些谎言 你接受 虚假的谎言 混淆真理的那些信息 你明明知道 没有真理的凭据的 这些事情 你越来越多 接受进来的时候 带来在你里面的是恐惧 恐惧 害怕 害怕 你的力量就越来越软弱 你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 最后 最后 末世 神 所定的末世的来临 你绝对没有办法 因为你 接受的是 谎言 这一部分的 所以你里面是 恐慌 你一直要去 抓住 OK 它是谎言 你包着糖衣的 毒药 你一直吃 一直吃 你还需要更多 就像是 吃麻啡的人 吃那个 毒品的人一样 你需要 不停地供应 供应 可是这些是 虚假的 虚假的 站立不住 你没有办法成为 你里面的力量的 可是今天如果 神说你们要 专手遵行我的律力典章 这一句话 你们都不晓得是 他给我们的是 得何等大的能力 能力在 他的话语里面 你们要知道 能力在里面 所以我里面 大扫除 清干净 清干净 然后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里面的 我们要像耶稣 所说 那个仇敌是什么 毫无所有 毫无所有 你里面 仇敌 黑暗 全是毫无所有的时候 你知道你有多强吗 你有多 能力有多大吗 因为你是紧紧的 连接于 那个 创造主 紧紧连接于 那个 创造世界的 创造主 我希望你们 能够听进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为什么要你们 大扫除 因为我们要 开始管理 我们需要 开始管理 我们的里面 管理你的家 管理你的家 开始管理 我们要把 一切的主权 夺回来 一切的主权 夺回来 臣服于 耶稣 耶稣 之下 一定要 你还会 祷告 神迹奇事吗 你会 祷告 神迹奇事的 出现吗 你还在 等候 那一刻吗 你们 不要怕 回答我 我要告诉你们 是的 我仍旧 要祷告 神迹奇事 因为 我有立足点 你明白吗 我有立足点 我里面 是完全 与他 连接的 所以我告诉神 我祷告 我祷告 跟他讲话的时候 主啊 我还在等 哪一个时刻 如果不是现在 是何时呢 你明白我的话吗 如果不是现在 If not now When God will be now 就是现在 God will be now 现在 你明白吗 就是现在 我已经有立足点了 我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们 继续的 你们要开始清理 里面 所有的 跟神的话语 完全 冲突的 不是从神来的 全部要赶足出去 全部赶足出去 我要对自己 要对自己 讲 你是属他的 我没有两个主人 我只有一位主人 就是我的神 你们听进去 巴不得 你们每一个人 都听进去 在约翰福音 十七章 十七节 耶稣啊 为他的门徒 所有为他 所有信他的人 所说的话 十五章 不是 十七章 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 就是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回 神带我们回归 妥拉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 你得到的是 何等的宝物 你现在已经明白 什么是道了吗 明白吗 道就是妥拉 道就是耶稣啊 自己 道 现在你们 因为我讲给你们的 道 神的话语 已经干净了 已经干净了 不得了的事情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对不起 十七章十七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我们要成为圣洁 只有透过神的道 所以当我们在读 妥拉十九章 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 今天的妥拉 每一天都 每一个礼拜的妥拉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 捷径我们 你明白吗 他在捷径我们 使我们可以成圣 而我们常常会觉得 神啊 你是圣洁的 那我们要圣洁 我如何圣洁 遵行他的道 遵行他告诉你的话 你就成为圣洁 因为你遵行他的话 你绝对不会去遵行 魔鬼的话 是不是 很清楚的 他说的话 非常清楚 我们没有讲完的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 没关系 时间上 我们再来看立位记最后 最后 立位记 二十章 二十二节 开始 神说 所以你们要谨守 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 免得我 领你们去住的那地 把你们吐出去 你现在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了 我在你们面前 所逐出的国民 你们不可随从 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行了 这一切的事 所以我厌恶他们 你不行神的话 神可以用这句话讲 我厌恶你 你要他这样对你说吗 二十四节 他说 但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 就是我要赐给你们 为业流奶与蜜之地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你们与万民分别的 他的话 使我们跟世界上 所有的人分别出来 二十五节 弟兄姐妹们 仔细地看二十五节 所以你们要把捷径 和不捷径的禽兽 分别出来 食物律 食物律 结实律 不可因我给你们 分为不捷径的禽兽 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 使自己成为可证悟的 我必须要把这句话提出来 再次的让大家听 原来食物律 其实是很严肃的 很严重的 你属他 你一定要遵循的 你一定要遵循的 你要把捷径 跟不捷径的禽兽 分别出来 然后他已经告诉你 什么是捷径的 什么是不捷径的 二十六节 你们要归我为圣 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瓦是圣的 这句话又重复又重复 这在历维记十一章当中 重复的 现在在这里又重复了 并叫你们与万民 有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百姓 做我的民 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就是 遵行他的话语 你就活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 你就活在属神的领域里面 因为已经跟万民分别出来了 遵行他的话语 他的话语 他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 他的话语 他用话语 创造天地万物的 宇宙的 直到现在还在那里的 还在继续创造的 我从一些科学的杂志上看 他不停地创造 有新的银河系 星星 不可思议 我只能讲不可思议 继续在创造的 而他要我们做的 是我们看得懂的 你都会读的 讲得这么清楚 话语里面带着能力 我遵行他的话语 我就跟他连结 那个能力就连在一起 你知道吗 那个保罗所说的 他充满万有的 就充满在我们里面 这不得了的话 语夫所书第三章 他充满在我们里面 不得了的话 所以 当我开始读神的话 开始思想他的话语的时候 我心里想主啊 我们以为 我们在等你 我们在等你 这个神迹奇事出现 我们在等你 这个圣灵大浇灌 我们在等你 其实你在等我们 因为你已经把 这个宝贝给了我们 他已经给我了 我不要说你们是我 他已经给我了 我还在等什么 所以我要告诉你 我开始操练了 我每天日子里面 我都在操练 我都在操练 最大的一个 再一点点时间好不好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约翰福音 十六章 也书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只看二十四节好了 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 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救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他一直在讲喜乐 你们可以去看很多地方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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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忧愁 要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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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已经赐给我们喜乐 我这个见证都不用再讲了 你们持续在听信息的 都已经知道 神说 我赐给你们喜乐 当做什么 武器 喜乐 这个喜乐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我跟Teresa两个人 在十一月 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去以色列两个月 我们在那里 就是拍了很多东西 那我们的两个月很长 是不是每一天都很顺利 有不顺利的时候 也有遇到很辛苦的时候 也有遇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可是我们两个人 互相会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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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喜乐 好 我就回应 他回应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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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喜乐 很快我们就过去了 那个低谷 我们又往上爬了 喜乐是从神来的 只有神才有的 我今天再次的把喜乐 从神那里来的喜乐 传递给每一位听见的人 你要喜乐 选择喜乐 因为喜乐才是 复活的主赐给我们 复活生命的每一个人 有的这个礼物 喜乐 你要喜乐 因为我们 有任务的 我们要开始把这个世界上的黑暗 幽暗 全部打碎 打开 你要喜乐 喜乐一到 他一定要更逃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相信今天神在对我们说话 很多的时候 我听见了 我一定会去操练 我跟你讲 我已经操练了很久 我今天在讲的这些道 很多我已经在操练了 而且我经历到他的信实 他是真实的 我可以做见证 我也要做见证 我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神话语的见证人 我们低头祷告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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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赞美主 你升天之前 你告诉百姓 告诉你的门徒说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十天 十天 等候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基 做我的见证 主那个两千年前 圣灵已经降临了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每一个人 在耶稣瓦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已经有能力了 我们可以为真理做见证 为真理做见证 圣灵充满我们 我们得到超自然的能力 我们可以讲你的话语 我们用你的道充满我们 用真理充满我们 我们行你的道 有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主我们说 是的 感谢你 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是圣洁的 因为你是圣洁的 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 我们可以与你亲密的 连接在一起 如耶稣瓦所应许的 父和子 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父和子里面 我们有这一位 创造万物的神 一切都从你而出的 神在我们里面 主啊 我们还在等什么 你等我们太久了 我们要说 对不起 阿爸父 我们到今天 我们才明白 我们现在要紧紧抓住 你的话语 我们要等候你 等候你 再一次一步一步的 带领我们 再一次的 让我们操练的时候 看见主 你的真实 你的真理 你的实在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成为见证 成为见证 哈利路亚 赞美主 主是的 我活着为近日 我活着是为那日 你的再来 我要说 愿你快来 愿你快来 帮助我们每一位 有耳听见的 我们生命在今天 此时完全改变 不再一样 如果你给我们 生命气息 有一天 我们全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主我们就是要来见证 今天 是一个改变的转捩点 荣耀归给你 荣耀归给你 哈利路亚 赞美主 祷告感谢 是奉靠耶稣 阿玛西亚的名 阿们